搜救直升机缓缓靠近阳性巡山员的所在位置 准备执行吊挂作业 7号晚间林务局阳性巡山员从小关山林到下山 不慎扭伤脚踝无法行走 8号上午利用无线电对外求援 桃园消防分队接获通报 立刻协捅林务局上山协巡 他最后发现有一个黄色的桶子 那我根据他在这几个地方的一些地方去做一个研判 我们去做一个分析搜寻 去很快的我们在攻到那个地方之后 很快的找到这一位巡山员 林务局屏洞领馆处表示 阳性巡山员当时正在执行深山特勤的任务 因为身体不适才会独自先行下山 这种任务可能都要到五到七天以上的这个任务 比较深山人烟稀少 那平时也没办法一两天往返的这个 我们会把它称为深山任务 搜救人员巡获阳性巡山员时 意识清醒但深山已经没有粮食饮水 10号上午直升机将阳性巡山员 直接送往台中清泉岗机场送一 接着包含高雄市整个步道